大家好,谢谢你们大家来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块分享的就是关于张爱玲 我们一直说,现在有句话说张爱玲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形容词了 当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成为一个形容词的时候 说明什么呢? 它开拓了一个文化的一种新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的文字很张爱玲的 或者说,这个气氛,这个氛围很有的张爱玲的 当张爱玲的名字成为一个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来形容张爱玲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困难的话题 我上次好像看到哪个传统上 就是说现在不是在拍一个电视连续剧 拍那个张爱玲的吗? 啊? 对对对 然后我好像听到哪一位我不记得 有一个文化人,我很同意她的 我非常同意她的说法 她就说张爱玲本身 她的就是,她不适合把她拍成一个电视连续剧 就好像,我说比较红楼梦嘛 像林大远,像西宝钞 我们只能够从一种虚伤的一个现象来理解他们 任何一个把林大远拍成电视连续剧 把这个我觉得都是好像没有原来的原著精彩的 所以我今天我就说我也不敢解读张爱玲 我就想和我们大家夺走 我们大概一块来分享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形容张爱玲 我呢,昨天呢 我也,昨天呢 我正好是去听了一场音乐会 在一副舞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过 是那个上海电台啊 就是103.7 上海东方台103.7 有一个叫怀旧电影经典选剧的一个 它正好是记忆103.7,叫5007吧 它还是 那么本来我想不去的 因为今天照这个上图来讲 我觉得很 我也有点紧张,我想不去 后来呢,哎呀,我的那些朋友说 你去放松放松 结果我就去了 哎呦,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会 就是我其实对音乐是外好 我对那个什么交响乐啊 这个大步头的作品啊 我是不大懂的,对吧 但是我很喜欢那个东方台那个103.7 就是那个查理琳跟那个王月贤老伯伯主持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者喜欢这个节目 那么昨天在一副电台 一副决场呢 他是把从40年代的电影 一直到包括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一度让我们很兴奋的时候 那个华尔的宝贵 一个拿斯拉夫电影啊 还有 对,还有乔 对吧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月仰查的那个电影叫什么 爱红侯特线 所有这些电影的 电影查询呢 然后他有 专门有那个歌手来演唱的 当我一听到 那个 Casablanca的 Astang Goes By 我忽然就想到张爱玲 我对张爱玲的感觉 我个人我对她的感觉 我就会就像听到那个时光流声一样 我就想 张爱玲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当然是很悲伤的 她说 生命像一件华丽的袍子 但是 砸满了 这个 我这个普通话讲不好 我一听到这个 我就立刻想到张爱玲 我觉得张爱玲在我心里引起的感觉 就是As Time Goes By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我那个 但是我觉得 今天张爱玲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文字 但是她自己呢 我觉得她就像 她已经把那件华丽的袍 已经像 融变成釜底那样 把她 一张推坏 手推坏 推坏了一件 然后她自己一个 转身就 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了 我 这是我对张爱玲的感觉 哎呦 我真的是 我 我觉得能 那么我是 大概 因为像我们这一代 我其实是 也上了文学青年了 以前 我很喜欢看书 所以我的眼睛看得那么近 现在 我看 有时候如果 如果我跟朋友说 如果你看到我不理你 不是我不理你 是我的眼睛看不见 我眼睛老紧了 但是我不想配成功 一圈一圈想比就领扬了 对吧 把药木 都彻底就亏了 对吧 为什么呢 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近视眼 我就是看书看出来的 那么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我从来不知道 有张爱玲这样一个作家的 因为那个时候不宣传的了 对吧 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初期 一个很偶然 很偶然的 就是我看到一本书 大家都看过叫 刘言 是叫刘言 就是他那个封面呢 是一群 穿着那个老师的这种 衣服的 女人在打麻将 然后窗口呢 有一个现代的女人 把那个头伸进来了 这是最初的张爱玲的 那个八十年代 我最初到的最初的版本 我当时一看 我就觉得 那个蜂蜜罗打别人 那时候也没什么 怀旧不怀旧 对吧 蜂蜜罗打别人 然后我一看 这个作家的名字 张爱玲 我当时第一感觉 什么 这个作家的名字 我土里土气 为什么呢 很多上海女人的名字 什么张爱华 张爱发 爱什么 爱什么 对吧 其实我一看 这个作家名字 怎么 因为我也 走过一段很幼稚 我觉得 作家的名字 应该像个作家的名字 像这个 白华了 这种就很有戏意的 对吧 这个名字怎么叫张爱玲 对吧 发现很普通的 结果我 我来回去 我一看 哎呦 震住了 我要上的那个时候 看的书也看的 把眼睛都看坏了 对吧 哎呦 我就觉得 它不是一个好看 不好看的问题 我觉得 我至少 因为每个人对 张爱玲的理解 是不同的 我看了张爱玲的书 我就觉得 哎呀 她讲的故事 她里面的人物 我好像我都 我都懂得 我都知道 然后呢 我跟我妈妈说了 我说 哎呦 我说 我跟我妈妈很好 我们像朋友一样 我跟我妈妈说 哎呦 我说 我现在看一本书 我说有个女作家 叫张爱玲的 我说你以前听见过啊 就我妈妈 很冷静的 张爱玲的书 我说我怎么从来不见你提起过 我觉得我好像明明之中 那这是我自能个人 就是自作多情啊 我觉得我跟张爱玲 有一种很有缘分的 我觉得这是我自作多情 就是好像 为什么我觉得 她这个作家呢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 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从来没有把她 作为一个作家过 就我妈妈说 张爱玲吗 我说的呀 因为张爱玲的懂啊 哎呀我说你跟张爱玲同学 你怎么可以这么沉得住气啊 对吧 我说 我妈妈妈的 什么时候同学 我妈妈是 深渊安大学的教育系的 张爱玲呢 是深渊安大学的英文系的 但是深渊安大学 不管你是教育系 英文系 还是哲学系啊 什么系 什么系 上运语课呢 是一块上的 就是她运语课 有几个section了 正好呢 就是我妈妈跟张爱玲 是奉在一个邦里上经营课的 哎呀我今天都得了 我刚才拿着发箱了 哎呀妈妈 对啥箱了 然后我就 我 我估计后来 这个是八十年代的事了 后来我想大概是 张爱玲就是 香港回来 就她的样子 她的样子 她的样子以后 香港人线以后 张爱玲从港大回来 她就进深渊安大学的 然后我妈妈就说了 她说哎呦 然后我就说 哎呀我说 哎呀我说 那你们有没有 那要求七名啊 我看 就我妈妈说 我们那时候不信的 后来她烦了 后来我想也许是 因为深渊安大学的女学生呢 都比 我说 你们知道张爱玲吗呢 我妈妈说 有些人说 都说张爱玲是个女作家 但是她说 她在学校里 不吭声的 我想大概是的 哎呦 妈妈咋 这种的呢 她说 妈妈咋 张爱玲漂亮 妈妈咋 妈妈咋 深渊安门漂亮 在纽约上 都了 一直说了 那深渊安大学是不起眼的 唯一的起眼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她就穿那种 这个大褂 就是穿那种 她说 哎 谁可从 清了 然后她说 她也不大跟 不大跟人家交流的 就是这样 那么 然后 但是她的英文好 我妈妈说 当时全知道 就是有一门课叫 Public Speech 就是英语的英文演讲 她说 只有张爱玲 圣约翰大学 建校 到我妈妈念书的时候 应该是1942年 1942年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得够满分的 这个得满分的 就是张爱玲 就是Public Speech 可见她的英文好的程度 然后就是 她说在了英读来读往 哎呀 我当时 我就是哎呀 我说 你怎么一直不说 妈妈说 你不提 我也忘记了 我说你怎么可以忘记 那么大的一件事 当时呢 这也可能是 中国女作家的一个悲剧 我觉得 就是 因为在中国的 女知识分子当中 特别你上大学的这班 我妈妈说 她们当时就是到了 基本上到了高中 就不看中国小说 她们看了什么呢 Little Woman呢 小妇人 哎 然后呢 God is the wind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就是看这一类的小说 所以 对 这个 就是说 不大像我们现在的 渣迷渣迷的吧 然后 接下来我发现 我生活里面 有很多张爱玲的 张爱玲的这个 因子 那我呢 我家住在玉元路 金安市那边 住了十几年了 一直到后来 哦 我才发现 原来我跟张爱玲是邻居 哎呦 张爱玲住在那个 她跟她的姑姑 不是坐在 长得路那个 那个 长得公寓 对吧 那我家呢 就住在 玉元路 长得路 坑 我小时候还经常到这个公寓里 我有一个同学 住在 在这里面 哎呀我就觉得 无处不在 哎呀后来 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 她跟我 她跟我是 double nebals 就我结婚的 那个跟我丈夫家里是邻居 跟我妈妈家也是邻居 就我妈妈家就住在 南京西路 就现在中心台湖的对面 张爱玲呢 她住过那个 美龙镇酒驾的这条弄堂 我想拿小大学 原来还有一个美龙镇酒驾的 她就是在这个弄堂呢 沿马路的窗口 看着解放军进城的 哎哎所以我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世界我很荣幸 我觉得可以跟她 沾上这么一点点边 就是 哎我实在喜欢她的东西 哎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我们喜欢一个人的吧 就是我为什么喜欢 这个这首歌 我为什么喜欢她的文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 所以我从来不批评人家的 我不会批评人家 哎呦我哪里的男人 配上咖啡 哎呦我都会去跟 每个人喜欢每样东西 一定有她的道理 这可能就是说 我现在年纪大了 比较违心了好像 人的生命呢 密码是很复杂的 但某一样东西的密码 跟你的密码对上的时候啊 就好像我们开锁啊 有时候美名 跟着眼睛 就跟着死我了 然后全都把她拨打以后 我都开开了 这是很玄的一件事 这就叫缘分 大家 我想我跟赞爱琳之间 大概有这么一种密码的 偶尔的时候 这是我当乡师了 你们不要以为 我是要一定要去攀她这个名气的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她 我现在年纪大了会变得很违心的 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之前经历过一件事 我其实也写过了 就是我写过一个小说叫蓝屋 我相信大概应该 那么这个蓝屋的吧 就是蓝屋对我的生命呢 其实关系重大 那么这个蓝屋的本身原型 我上次写过 不是你们看过 就是它是现在的同龙路333号的 一栋绿房子 就是董人路CCCL 现在变一个餐馆了 那么这栋房子呢 是乌达克世纪的了 就是上海的一个 哎呦我要讲出去的话 实际拉得太远了 就是乌达克世纪的 那么这栋房子以前呢 是我先生的外公的家 就是他这个屋主吴童文啊 是我先生的外公 那么我呢 当时我很小就一直走 走这个走过 可能学了董人路周围 一张老毛 很漂亮的一栋绿房子 对吧 然后呢 后来呢 所以这栋绿房子 对我的人生 那我就好像 有时一个人的生命中啊 他某一种hinter 某一种像会想主旋一样 他会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出现的 这个绿房子对我的生命 为什么重要呢 我小时候 那也是我就常常走过绿房子 那个时候是文化革命以前嘛 那么我们年纪大一点的 多久都知道 文化革命以前 上海的资本家 还是过得很舒服的 对吧 我们的政府还是允许上海的资本家 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的 那么常常走过这个绿房子 四楼啊 他们常常在 就是四楼呢 它沿着那个北京四楼那边呢 我看到一个大的鱼缸 然后呢 有经常会看到很多穿 衣服穿得很时髦的这些男人 在阳台上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很神秘 哎呦 我想什么时候 哎呦 能够让我有机会进去见识见识 然后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生命期间来了 后来我认识我先生 我先生就是这个绿房子里面的 对吧 那么 照顾是一个人生命 当时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对吧 所以 那个父母之外 我是很保守的 对我们女性来说 仿佛是第一个重要的 对吧 那么 所以这个绿房子 跟我第一个重要的关系 就是 我对先生是绿房子的后人 对吧 第二个重要关系 我嫁给了我先生以后 我听了很多 关于这个绿房子里面的故事 哎呦 这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多 所以 每一栋建筑 上海每一栋房子 其实都是一个故事的外壳 谁想这去知 自己能干的 不开了 三里并沟 不开了 各有各的味道 对吧 然后 还有呢 文化革命的时候 我走过这个绿房子 后来不是这个绿房子的屋主吗 就是 我先生的外公外婆 文化革命的时候 在里面太没去自杀的嘛 那么那时候我走过 哎呦 这种绿房子 后来当地有人 把这个绿房子说成是凶子了 凶 哦凶 撒开你一种 刚才去说 哎 这个是真的像凶子 我三个玻璃朝前不睡的 然后这种打日波对吧 风吹雨淋 飘啊飘 就像以前 好当你想 总于 中国老是好当地挂着的 这种 这种 哎呦 真的是 这里面不闹鬼的 鬼 鬼都不去的话 这个地方真的 鬼 如果我是鬼 我又在这个里面 完全像鬼 这种样子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 绿房子里面 绿房子外面充满了故事 然后有一次我进去过 当时呢 已经是就是 大概是 好像六十年到后期的时候 我是 什么事情去 我忘记 当时他好像还是教育 绝不知 什么的一个机构 哎呦 里面就做 对吧 结果呢 后来我知道了很多故事 然后我在八十年 我就写了蓝 我当然不敢只写 只写我也给他们骂死了 对吧 所以我就把绿房子呢 改成过蓝房子 所以我就写那个蓝牧 对吧 当然了 如果蓝牧现在写 可以放开了 那时候我还写得很拘谨 那么蓝牧对我的文学创作的 对我的文学创作是很大的 一个turning point 就是他帮我 就是 或者我讲一点 不大 比较 不大 不大谦虚的话 或者蓝牧可能是我的代表作 而且呢 蓝牧也让我找到 我 我 我在 我的定位 我自己在写桌上的定位 然后让我找到了 我觉得 就是 然后让我 点定了 我要写上海 因为我觉得 上海也像一栋大房子 这个里面充满了故事 对吧 然后呢 这是这个 对我的第二个 第三年 就是在 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 就是大概就几年以前吧 我这个书上也写过 我有一次就是 走过这个绿房子 我发现这个绿房子写的呢 那么在这以前呢 我们听说 因为是自己家的房子嘛 总可以很关心他的 那么不久前 他听说 这个其次的谣言 绿房子呢 用60万美金呢 可以出售的 就是说 那么当时呢 我先生那个舅舅 他从香港回来 他就很月月要死 很久 哎 那呢 他打个车子 好像觉得 我们啊 那那一马无聊 那呢 那呢 60万美金呢 我们又不是做生意的 对吧 然后呢 也有人同意 也有人拉 说了说了 说了 我又满为了 休息啊 的逻辑 因为 已经扑得了 好 那刚才休息 就没有60万美金 对吧 就这么一谈 结果有一天 我突然发 哎呀 我敢拿一样 麻麻的呢 我敢给他 网子写不杀你 马吃了 我敢前面 加斯卡西部 大吃人了 对吧 然后过了 这个加斯卡超过来了 哇 很漂亮的 完全是一个 新的一个绿屋出来了 哎呀 我想这个是谁了 然后呢 就是 谢了我先生 他就先进去 事长事长 到底怎么回事 最后来说 听说是个台湾人 买下来的 然后一打听 是个台湾的 一个建筑工程师 哎呀 然后就是 然后我就 我就 不管了 我就去了 我就想 跟那个新的屋子 见见面 这里就又让我有一个 我真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有一种 很奇妙的 可能是超乎我们 能力能够 结果呢 后来谈了 这个人呢 顾先生呢 他是一个 上海台湾人 为什么呢 他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上海人 然后父亲和母亲呢 他父亲是个飞行员 到了台湾 他是出生在台湾的 他说他从小 听他的爸爸妈妈说 上海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他是搞建筑的 所以呢 他就决定呢 就是到上海来 他到了上海以后 因为他是搞建筑的 他就曾经开着个车啊 到上海市周围去看 他一看 看到这个 铜龙路33号的 这栋房子 他就觉得 这个房子是 很不同上海 其他的这种 责民风格的房子 他一定是有来历 后来他查证 一看 是乌达克斯基的 他觉得他 他深深的爱上 这栋房子 他就起个誓 我一定要住进 这个房子 然后他回这个 我常发短说了 否则今天一个半小时 讲这个绿房子了 不够讲啊 这个 他呢就 花了很多很多精力 其实这个房子 是不能卖的 他现在门口有个铜牌 上海十大名在 对吧 就是 他把它住下来 好像是一个月 二十多晚 住下来 但是住下来之前 他们跟他说 你必须 这个修房子 钱我们不管 他修这个房子 花了多少 差不多几个一百万呢 就是修这个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房子 你不能够取修了 他关了信 他说呢 一定要租车 你得也就个信 是装了什么 换了这个 具体数字 我不能乱讲 我书上有的 我不禁乱讲 哎呀 然后 接下来一件事 让我大吃一惊 他一看到我 他不动声势 他给我一张名片 我这个人呢 眼睛也不好 对吧 私下来经常 要拍小叉的 对吧 我当时呢 一绷信心 然后窥窥的 往这些看 你看你看看 我的名片 你看看我的文片 我一看 哇 顾传辉 跟我南欧里的 主轮部的名字 一模一样 但是我在写 南欧的时候 是1983年 我根本不知道 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顾传辉 而且 而且他的年龄 也跟我这个顾传辉 南欧里顾传辉 童年的 你说这个是怎么 哎呀 我这个时候 我都要想 讲一声 谢谢上帝了 我真想 有这个世界上 有上帝的 然后他就问我了 他说 你为什么 给他取这个名字 我说我也不知道 那么百家姓 对吧 所以你一张 该是都姓 我怎么姓够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要叫他 顾传辉 唯一的不同 就是我 那个辉 是光之变的 又灰 他是一个乐字变 那也是很不容易 然后 哎呀 我这个时候 那是想不动呀 然后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当时的时候 报上有过 一个争论的 就关于那个 顾传辉 该不快 回到南欧来了 那么很多经纪来问我 我想啊 如果我早知道 该不该回来 我也不会留 这么个尾巴 那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呀 对吧 所以我撒了一个滑头了 我就把那个尾巴 碰住了 对吧 但是我当时想 顾传辉 应该回来 这是他的家吗 问题是他应该 去哪一个方式回来 如果他回来 是中国大少爷 躲在那个 唐拉奥利桑的祖场上 吃祖场 这不是我喜欢的 那么现在顾传辉 这样的回来 是一个最好的 最风光的 最合乎我的理想 但是我没有想过 所以我们说 创作来源于生活 这话一点都不讲 我们故事变不出来的 至少我 我从来不会变故事 如果我要写故事 一定生活当中有这样 所以后来 哎呀 现在他那个 顾传会叫我大姐 然后我们有一次 开玩笑 我们说 怎么会这么巧的呢 然后就后来 有人开玩笑 哎 这个很难说 他说 他们说 开玩笑 说因为栏目里面 就我先生的外公 他是非常风流的 他家里 有大老婆 有小老婆 对吧 他大老婆 小老婆 他们说 他是一三五呢 到大老婆房间里 二十六呢 到小老婆房间里 我当时那还有个星期天 怎么办 他说不知道 他们开玩笑 他说你们那个顾传会 可能是他星期天的产物 否则怎么会 这个跟那个绿房子 这么近 所以我就说 生命密码 我觉得我跟赞宁的 哎呦 我真的 我觉得他的东西 不当然是写的 好多问题了 而是一种 他对我有一种 有一种 culture shock 有一种震撼力 不是好不好 不是好看 看不好看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就觉得 我眼着这张爱玲 首先我一想到他 我就会 我心里很忧悦 如果他今天 还在世界上多好 因为上海 已经有那么大的变化了 他已经看不到了 他是对上海 大家用失望的 心情走掉的 但是现在上海 那么多的变化 哎呦 昨天我听到 那个音乐会 哎呀 我就觉得 这就是大上海 这就是大都会 哎呦 现在的上海 能唱英文歌 唱得好 这好 本来不得了 整个一个舞台 就我这个呢 我就 我是比较熟悉的 你真的那种 啊 这种 我不喜欢听的 对吧 我就喜欢听这种 电影的 经典的电影插曲 像那个 飘里面的插曲 这种就是 像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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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w White 这种的 我就喜欢听这种 然后呢 第一个影像 我就觉得 这个 时光流逝 就是 我想到张爱玲 有这么一样 第一个就这么一样 感觉 哎呀 她今天不跟我们 在一个世界上 对吧 如果她今天 还跟我们生活 在一个世界上 那该多好 对吧 第二个感觉 我觉得张爱玲 是 是 我们海上文坛 最后的一个 贵族女作家 她走了以后 我觉得啊 我们的 因为 她的贵旗呢 我印象当中的 贵族女作家 我心目中的有几个 一个是冰心 一个呢 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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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林慧英 当然林慧英 其实不是这样子作家 但我觉得她 很有贵旗 对吧 还有就是 那个 杨将 她现在那么 我们上 哎哟 哎呀 真的好看 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们讲 我们上 我太喜欢看了 对吧 那么 然后 当时呢 我觉得 我们上海的 因为杨将 还是在北京的 对吧 这个贵族 其实 我们现在 哎哟 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的很多 那个广告宣传呢 把那个贵族 两个字 点到 爆发后的地位 其实真正的贵族 跟金钱 没有任何关系 对 真正的贵族 它跟钱没关系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 对吧 比方 我们说 那个 贵河大潮 大家都看看 里面 德里·李文言的 那个英国军官 他就是 我们经常说 英国人啊 我们经常说 英国人很紳士 英国人 类的也是很 英国的女人 也是很类类的 英国的男人 是很尖锐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 可能跟英国的王室 一直存在有关系 这个王室的存在 他就把一种 连到他的普通 本性 都会有一种贵旗 所以你看 英国皇室 一直是很稳定的 他大概是 全世界 王室和平民 最好的一个王室 就是英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杨将写的 那么我们三里面 一九三几年还是二几年 英国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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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 的九几 九几几世 那个 那个 去世 他说他那个房东 好像又死了 自己的父母一样的 对吧 一直到最近的 那个英国的百岁王太后 玛丽王太后去世 哎呦 那时候我正好在香港 我看报纸 哎呦 英国人也是上映的不得了 那么 这种贵气 就是说 我一直很感动 就真正的贵族 他应该是 走在老百姓的前面的 他应该有一种 先天下之 又而又 后天下之 乐乐的 这样的情窗 这才是真正的贵族 什么自以为高能一等啊 你穿了一副两块钱 我穿了一副两万千 这条件贵族 不对的 我们说 一个人可以在 一晚上之间成为报复 但是一个人 不可能在一个晚上之间 马上变成一个 令人尊敬的人 这个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我心目当时贵族是这种 现在很多的楼盘 好像我这花了几本 住进去 我就变成贵族了 那贵族太容易做了 对吧 很多的广泛 当然这个 我也不批评人家 对吧 这是各人有各人的 对吧 在里你看 他其实在里 但是我有一点 我很不愤气的 现在有很多 有一些的那个 时尚小报 他一提到 旧上海的时髦啊 什么 起司令喝咖啡 就要把张爱玲 拉出来 我想你把这个 张爱玲在他们 别下变成 小智了 太 这个我觉得 对张爱玲的一种 太小看 张爱玲绝对是贵族 小智跟贵族 比都不能比了 对吧 这是 但是张爱玲一生 她从来没有有钱过 我们可以看看 她小时候 而且很早的时候 她的父亲已经 她最早是住在 现在那个 康定路跟那个 康定路跟那个 呃 呃 呃 他新楼 看见到他现在交加 那里面有很多 很多老洋房的 三百多房 我没有 我记不住 但我看到一栋房子 现在是 上海颜科医院的 我像张爱玲的老家 应该就是这种类型 最像他经索记里面 写的那个 七朝的那种 呃 民国初年的 这种 老是个贵族嘛 对吧 但是到了张爱玲的时候 已经他们交到 已经中路 中中路了 中路到啥底部呢 能够张爱玲 反正一爸爸跟妈 我看到这一章 我也看到很难过 就是张爱玲不是 跟她的妈妈一块 因为他们跟那个 鸡母关系不好吗 结果后来 张爱玲的弟弟 你看那波子 帮了一勺 累就要拿去 可以到了 也去找她的妈妈 结果 连张爱玲的妈妈都要说 她说 我真的能够负担一个 能够负对两个孩子 我不行的 结果她的弟弟 留着眼泪 把这个球鞋 拿回去 对吧 然后张爱玲医生 她没有钱过 她到了香港以后 她住的是女性一位 女性一位宿舍 后来住的是 救世军宿舍 后来她到了美国以后 也是靠写作过来 所以她一生 其实她从来没有富有过 但是她显示出来的 就是这种贵旗 对吧 同样的 我们就说张爱玲的弟弟 我也见过张爱玲弟弟 哎呦 我见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见她 她好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张爱玲的弟弟 哎 是 哎 就是说 同样是一个解决一个弟弟 他们相差一岁 对吧 但是 呃 那我就觉得 真正的贵族 不是在 升风升水的时候 显出她的贵族去 真正的贵族 应该是在 她露滥的时候 还是一种贵族去 我就说 贵河大潮的 那个David Levin的 那个英国军官 她已经成为 英国人的丈夫了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 这一组镜头 我是影响很深的 就是一批英国丈夫啊 走到那个 呃 呃 日本人的 一个一个 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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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军官 David Levin 带着一堆丈夫的 然后要到的时候 他们不是大家就唱歌了 对吧 你们记得这镜头吧 但是 富龙有的人战都战不着 哎呦 我觉得外国电源这种细节 好好的比 如果这个时候 富龙少女皇万岁啊 反而不好了 对吧 他就是 到了那个时候 他那个有一个 我看他那个脚啊 那个鞋子 哈密的哈迪西物 但是 他们在日本人面前 马上就这么做起来 然后说 很轻快地唱那个 我非常喜欢 桂河大桥的那个茶卷 全部口哨吹出来的 对吧 这个就是贵者气 你像 杨将 对吧 他在牛鬼蛇城 挂着那个黑牌子 在劳动的时候 他联想到的什么 他觉得自己好像 进入了 爱丽丝漫游记 我已经不能唱会 牛鬼蛇城了 已经能活得了 给人家 他想到的还是那么美 这就是贵族 对吧 还有我记得 九三年里面 哎呀 一个贵族 我不记得 九三年 这个不许吧 这个 如果在九三年 里面一个什么公爵啊 他明明可以逃掉的 结果他为了 救一个小孩子 对吧 当时我们还批判了 看日本书 还说批判 这就是贵族 他们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很多贵族 排着队上 上那个 对对的呀 很多贵族 他是卖着这个 华子的脚步上 蛋头台的 这种就是贵族 就是那种 你顺风顺着 有钱的时候 你摆车幅 这个不叫贵族 那么赞宁的弟弟 对吧 或许我不应该 这么批评他 不过他已经去世了 对吧 那么我第一次呢 我就是 我带着一批香港朋友 去见他 因为我们是爱欧鸡鸟啊 你听到赞宁 他的弟弟也是 他的弟弟就是一点也没有贵族 其实不知道什么道理了 后来我听下来 他弟弟也是沈庄师毕业的 一直在浦东也不是什么地方 住英语教室的 对吧 然后他们家呢 是住在好像是 住在 住在江苏路 牛路高苏路 一个花园娘房的一个 起初给你 这个花园娘房据说 原来是五黑戏了 就是现在的一个老板 电视一个老板叫 这个我不去管他了 谁的外公啊 好像 五黑戏成员上海很牛鸣的一个历史 他住的那个 那么他来接我们了 我一看 他来接比加卡 跟比加卡 那个一个玲珑的踢踢踏踏踏踏 有时候人不一定要穿很好的吧 一个去比加卡 逼逼的让谁无关他了 对吧 等他们就会让我们踢了 对吧 你已经倒堵堵了 张爱玲的地很漂亮的 你们看到他那个对照节吧 小时候很漂亮的 哎呀 一副照料的这个样子 哎呀 他就是没有这种贵族气 其实两个人应该是姐弟嘛 应该是同样的学业的 所以我就说 张爱玲这个可见贵族气 不会一生俱来的 这个是你需要有很大的一个内力 很大的修养 才能够有那个贵族气的 对吧 所以我就记得很早以前 有一位老先生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 他说 我们能活到这个世界上 都要增长 你不增长 你就没法活了 对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要增长 但是他就说 那么老先生 他以这个赏黑的笼 但是挺紧张一个 就是增长 他说 其实他跟我讲的一句话 我永远记得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向天鹅学习呢 我们看到天鹅在湖面上是很优雅的 但是能死地里去 给一两只家 拼命 因为任何的 因为任何的天鹅和阿滋啊 你两只家 他不够 我也是要省屋去的 对吧 但是一两只家 就跟我说 他活在水面上的是 那么幽然 那么 这个就是贵族气 我觉得张爱玲 就是这样的一只天鹅 这是我眼中的 我眼中的 张爱玲 所以呢 我们不是一直有一句话叫 最豪华的人 在张爱玲的面前 也会觉得 韩昌啊 对吧 但是张爱玲从来不穿名牌 我相信他也不会穿 也不会穿克斯丁丘的 对吧 但是他就有一个贵旗 这个贵旗是什么呢 就这个贵族旗 那么除了他的文字 包括他的那个 包括他的 除了他的文字 包括他的那个 包括他那个作人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我对张爱玲的 我就觉得 我觉得张爱玲就像个天鹅 他其实一直在挣扎的 而且他好像在近晃 一直不是太顺利 他 他在民众当中 享有很高的生意 对吧 但是他在文堂上 有一度 在中国文堂上 好像销售的 对吧 但是他不管这一些 他还是按他的 我行往说 按他的那个去做人 按他的那个 按他的那种风格 去做人 去做事 这就是 所以我觉得 他真的像个天鹅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张爱玲呢 就是 我看张爱玲 对的 我觉得 张爱玲 其实是非常现代 我们很多 我也是就是说 有很多现代 因为现在怀就成为一个乐潮 对吧 怀就看你怎么怀 对吧 你不能够把旧的东西 什么 这个不对的 我们怀就 我一直觉得 你要用一种 现代的眼光 去看那个 你哪怕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新天地 新天地一度成为一个 上海的一个时髦了 但是如果 我说新天地 你这个房子 不去书啊 谁都要弄到 瀑瀑瀑瀑瀑瀑 鬼了 也没人要吃 对吧 我们正是保留了 那个上海的 那个精神的一个灵魂 然后用现代去 去 去那个 包装它 这是一个正确的怀旧 那么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呢 他一提起 老上海的 什么海上的 这种 好像 要讲到 海上救命啊 海上遗风啊 就提到张爱玲 他大大的错了 我觉得张爱玲是非常的现代 他的现代到现在 我觉得 至少 就是我是当代人的吧 写作风格上 他的风格绝对是现代的 张爱玲 我又提到 就像那个 陀罗路 333号 这个乌达卡的 设计的这栋绿房子 他当时 设计好这个乌达卡 设计好这栋绿房子的时候 他就跟这个房主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个房子的 即使再过50年 这个房子还是现代 再过100年 这个房子 能拉不会拉 你觉得是out 他讲对了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是1938年造的 你现在你等一下 有空走过去 北京师傅 你去看看这个房子 包括这个 我刚才学的 那个搞建筑的 这个顾先生 他说这个房子 绝对是超现代的 我们看张爱玲的文字 就是说 英语里有两个字 就是我们上海人 一个 请用一个 哎呦 给你挪母灯啊 挪母灯啊 对吧 我们也可以形容他 哎呦 给你挪死磨啊 对吧 还要挪黑啊 我当时我 母灯跟死磨 好像是 呃 呃 但是其实完全 Modern跟Smart 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们去查查看字典 Modern是解释现代 Smart解释时尚 时尚跟现代 就像贵族跟小字一样的 特别稍微两个影机里了 对吧 差很远了 对吧 而且呢 就是说 现代 我们说 凡是什么叫现代 我觉得现代 呃 现代是 呃 是有一种 很空旷的 真的是一种 呃 怎么说 后 这个 后无 前无来者 后无古人 呃 我们说 凡是现代 现代的先驱 都是悲剧 Smart 时髦 就 现代的先驱 是没有人追随的 它是很孤独的 Smart 是一大堆的 像贵族 我可能更容易 我们叫港 港时髦 港潮流 我们没有人说 港现代 现代是不能港的 对吧 我举几个例子 那个 呃 我们说 那个 呃 呃 呃 咖利利 对吧 咖利利 他这一时候 他坚持 地球是在战斗的 地球是回照 太阳在战斗的 他这个理论 是多么多么的 摩登啊 多么多么的现代啊 但是没有人理解他 为什么现代是孤独的 现代是 因为他已经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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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一个大流 太远了 很少能够理解他 所以现代人 这个现代的先驱 总是很孤独的 我就说一下 咖利利 对吧 他知道被火烧手的时候 他还坚持 他临时以前 他还说 地球是在战的 现在我们连小学生都知道了 地球在战斗的 如果谁跟小学生说 地球是不战笼 那个小学生会觉得你是 你这个大人是没有文化的 对吧 但是那时候 贾利利为了坚持 这个因为他走得太前面了 能没有经过好多好多年的时间 才能够证实他这个讲话 这个正确 所以凡是现代的先驱 我觉得都是悲剧 还有秋情 我这一生最崇拜的女人 中国女人就是 就是秋情 秋情 他 他当时 大部分中国女人 包括上海的 上海的 也像是 那个很开发的一个城市 上海的女人 大部分还是躲在家里 三副轿子 三圣经验的时候 秋情已经现代到 可以从日本回来 对吧 然后那个当时 习西林 安清起义 失败 习西林好像被抓住了 对吧 好像 习西林牺牲了 习西林牺牲的时候 有人把这个情报 告诉秋情 秋情完就可以逃掉的 他至少从烧心 逃到上海 躲到上海 要住嘎里 我像就没事了 对吧 秋情他不走 他可以逃掉 他不走 他当时讲那句话 我很佩服 他就说 那个 中国 有史以来 为光佛 而使得男子 大有人善 但是我们女界 就是我们女人 至今还没有 我愿意做 女人当中的第一个 最后 秋情是 我见过一个 外国人画的一幅画 秋情就义的时候 一幅画 秋情跪在那里 这个外国人画的 哎呦 那个时候 怎么会没有人 把它照相照相了 我就觉得 那个地方不乱照相了 我不知道 就是 他 那个秋情 就是几个筷子手 然后 我后来写过一篇 女人的头颈 秋情这个头颈 给我的印象开始 我想我们印象当中 女人的颈 neck 颈 天生应该是 什么 用首饰来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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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做一个现代的先驱 总是悲剧的成分 我觉得比较多的 因为你要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 在大多数人的思维 还没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时间 要拉人家来消化 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现代的 一个先驱者的 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说张爱玲 她也是很现代 对吧 所以张爱玲的 张爱玲是很孤傲的 对吧 现代有很多元素 我想现代有几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元素肯定是比较自我的 所以我们现代的都市生活 我们开始考虑到人的一种自我 人的一种隐世 对吧 现代呢 还又是比较简洁的 你看张爱玲的现代表现 她的文字上 你看她的几篇小说 她的一个金锁记 对吧 金锁记我不敢说其他的作家 如果我有张爱玲金锁记这个材料 我不把她写这个二十个万字 我是不把秀的 但是张爱玲只写了多少啊 不过一本中篇呢 对吧 还有那个《倾城之恋》 对吧 《倾城之恋》 其实完全是个产品小说的内容啊 对吧 但是张爱玲是那么灵性 她的比 她《倾城之恋》也不过大概就是 两三万的字吧 对吧 所以这是什么呢 就现代 现代的元素 我觉得 简洁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说现代叫 简约 简单的简 简约的约 对吧 这是现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从张爱玲的文字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张爱玲其实 很早就具有这种现代的这种 现代的这种 这种思维 她对创作 她是 她的东西都是大包砍腐的 就是 就我记得有一段 有一段 有一篇散文 好像是张爱玲写的 你们说 看过没有 他们陪苏青去做大衣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篇东西吧 然后张爱玲和颜英 陪女作家苏青去做大衣 然后给苏青建议 领字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 口袋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 结果 那就说明什么呢 就张爱玲其实 她对文字的驾驭 是一个一级的才艺师 她可以很大胆的 把许多花边啊 许多那个纽扣啊 这个间垫啊 忽里忽里全部拿掉 这是一个很现代的一种 一种描述的方法 她用的完全是白描 就是很写实的 但是确实绝对是现代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就说那个 他写那个 写那个叫那个 就是我说那个 清晨之恋 对吧 经历了香港 香港跟日本人打 经历了18天 这样一场大的战争 到了张爱玲手里啊 她就成为一个男女的爱情故事了 对吧 但是张爱玲的小说也让我有了一种性格看法 我们一直有个传统好像说 某某人他老是没有 什么读乎的 什么读书的 谁想说什么 其实一篇一个东西写的好不好 不在乎你是懂吗 这小门 不在乎你的东西打不打动 就是能不能多者欢迎 对吧 我们看张爱玲的东西 他没有 没有百万字的 长篇的 没有的 对吧 我们看张爱玲 他长篇小说就是一个 八千元十八成 一个阳哥 一个是彻底之类的 然后他没有了 其他的都是 都是那个 他的傻门短的只有五六百字 对吧 长的也不过就是几万字 他都是小东西 但是偏偏都是经典 就是他这个是 绝对是现代 他不落里啰嗦 我现在讲话 我就觉得我很啰嗦 对吧 不一点也不现代 像老太太那样的 那么张爱玲呢 他就是那个 而且他那个现代 可以说 他结婚 他那时候现代 他可以 就在那个时期 张爱玲 他跟吴朗晨结婚 就在家里 点一对红了走 然后请那个 盐英来做一个 征婚人的吧 这个多现代 我们现在2003年呢 你们呢 哪一位先生的女朋友 他啃这样啊 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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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没有人啃的 对吧 这说明 这个不是一种形式 说明他已经现代 到把婚姻本身 看成是 只是我跟你两个人的事 跟众多的亲切全民关系 想想也是的 那些西九人 一路得知 他瞧好自己 那里 瞧好自己 跟新疆子 叫啥名字 对吧 对吧 新疆子 那啥地方 就这样 然后去西九 都哄了 当然 这也是一种文化 我不否认 对吧 但是说明 张爱莲的现代 他已经看到 我结婚 就是我跟你两个人的事 我不需要 见动一大批的人 你说起来 张爱莲还是个 千金小姐了 对吧 这就是他的一种现代感 他写金锁记 他是 1940几年 好像40年代 写的 写的金锁记 他写的是 30年轻的上海 但是他用的笔法 他用的笔法 绝对是40年代的 很先进的 很modern的一个笔法 对吧 还有战争的现代 还表现在哪里 我就觉得 现代往往是冷酷的 我觉得 不是冷酷 我们先说的一个酷 COO 酷 对吧 以前没有这个字的 现代对吧 给我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现代的 请你们原谅 我喜欢传统的东西 现代你不想建筑 这是不修钢 加那个 不修钢 玻璃墓 就是现代建筑 对吧 还有现代的颜色 我们说到现代的颜色 是冷的 金锁的 冷的石掉 那么 张玲呢 我就觉得 他呢 就是有 有这样的 他的文字 就是有这样的 很冷的味道 那 当然张玲 他自己对写作 他有这样一段话 他说 文字之道 我并不在意 他说 写作的历程 在我呢 不过是 情随事迁 感情细致 就感情 我不能看到 这个细就是 关系的细了 感情细致也 相知所行 富养之间 以味成竭 所以 张玲仁现在到 他从来不落流的 对吧 他是堕来的王 对吧 我们从来没听说 张玲仁是什么 什么 某一个 所以某一个团体 没有的 任何文艺浪潮呢 他都站不上边 他师父只是 光心讲故事 治理行间呢 用一种 很冷峻的一种态度 就像我说的 我 戳戳看到他 那个 留言的 那个 小说 有一个 现代理论 那个头啊 你们有影响 一个德顿上 他生进来 窥底下来 已经在那个中 老是一辆年来 打母家 我想这个人 大概去张玲仁 他用一种 抽离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一个 发生的这个 一个 这个一个故事 我好像来不及了 有点 那么 他 所以现代的 还有点就是 很冷峻的 比方说 他里面呢 我讲得快一点 他里面的一个 一个 他里面的一个 红玫瑰 白玫瑰 里面的镇宝 对吧 镇宝跟 他的一个朋友的 就红玫瑰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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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对了 对吧 就是 但是 但是 镇宝呢 他就是怎么说 他说那个 当 镇宝在 镇宝等一下 我要讲讲 他是一个很典型 很典型的 上海先生 就是 好多人刚刚好像 有一位记者还问我 写上海人 女性的很多 怎么 没有能写上海的先生 我说我马上会讲到 上海先生非常男性 女人好性 但是 镇宝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一个上海的 白玫先生 他是贫困出身的 寡母带着他 对吧 然后呢 应该是家里亲戚 全部在 钱 让他去英国留养 去法国 去法国 去英国留学回来 然后 这样的一个 诗诗文的白玫先生 他到法国还要去嫖妓 我觉得很正常的 对吧 然后呢 回来以后 他又在红玫瑰 白玫瑰之间摇摆 他跟王 娇欣 王娇欣是他朋友的 妻子 对吧 就是 有一次就是正当他在对 但是他绝对是精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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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宝 他对自己的前途 他是很 很 看得很清楚 他要哪个 他不要 他要走哪条路 他不走哪条路 他绝对是很清楚的 所以有一天晚上呢 就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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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娇欣半眼里 看到他 在抽烟啊 但是呢 王娇欣就轻轻地对他说 他说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的 扎林 倒是这么写的 他说 他的话使他下眼泪 那眼泪也还是身外之物 当一个人连眼泪都是身外之物的时候 这个人 我想大概 没什么可以感动他了 对吧 那么 那一人的现代就表示他的 笔法是非常的冷静的 特别他写爱情 就是一般来说 女作家都是很擅长写爱情的 对吧 那么 特别像昨天我又说 昨天我去听那个音乐会呢 他发了一年前的经典的好莱坞和很多的爱情片子 从JL开始了 一直到票 一直说 看着我感动得不得了啊 这个 但是张爱玲比较 我们看张爱玲比较的爱情 只有一个18圈 她那个爱情 她是用一种正面的 一种赏赏的态度去写 其他的你看张爱玲写爱情 总是有一点冷冷的 我不知道 我发电所有的资料 我都没有看过张爱玲的初恋 我只知道张爱玲有个吴兰城 在吴兰城以前 张爱玲是不是有过恋爱 你们如果查到这个资料 你们告诉我一下 我好像没见过 那么24岁张爱玲跟吴兰城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这一段恋爱 这段婚姻是非常苦涉的 我不知道这一段会不会影响张爱玲 对爱情的看法 反正张爱玲她从来是不相信 有天老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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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坡的电影,你们都对白精彩的都不得了啊 这个对白会现在在看一些所谓什么美美美 现在的什么美美小白领的写的一些爱情的 哎呦我可都会摸个子起来了 哎呦这个真的是老女星 但是我们看那个青春之类的 她这种爱情的对白 哎呦精彩之节啊 比方说那个白六叔跟那个 就一场轰炸以后 那个白六叔跟那个范柳连说 他说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完了 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藏着呢 哎呦我这也会说进去哦 还有一段 那个那个那个 我说你们记得吧 因为我本来还 当然我一辆两个钱费事多了 有一段就是那个不是青春之类的 在青春湾大酒店,范柳连不是认识一个印度的一个公子 对吧 这个印度公子以前也是上了个交际花 那么有一堂我的白六叔 他把刘苏两人,就是女妈有女妈也搞得打枪嘛 上去抄下木了 结果呢,范柳连就特别用这个印度公子来刺激他 然后两个人好的时候呢 那个白六叔看到那个印度公子呢 远远坐在那边 他就说了,哎呦好像说人家坐那边你还不过去 他说,他说我过去干嘛 他说,我那个原下大一下说 他说我又不要他管 他说,对吧 然后他说,那你要谁管你 他说我要你管我 这种对白啊,完全是有相当修养的男女才能够有这样精彩的对白 一个对白精彩的那把大刘 有很多人我一下记不起了 还有一个比方说 还有那个王娇欣跟那个 跟那个郑宝的一段对白 他就说 那个什么 哦,王娇欣说 郑宝 怎么,我看看 我记得了 反正一个说 哦,王娇欣说 我不怕和一个真正的绅士 单独在一起 这句话心怀的伤害妹妹讲不出来的 但是王娇欣他就说 我不怕和一个真正的绅士单独在一起 结果更好怎么回答他 我并不假装我是一个绅士 然后王娇欣说 真正的绅士是用不着假装的 哎呀,这种对白只有 有一顶水整的才会有啊 现在的很多学爱情的这种 我也不大看 不过可能我年纪大了 对吧 有点酒精老太的这种那个 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小报 写着什么爱情独白啊 什么又是一个下雨的天啊 我泡沙一杯咖啡啊 什么什么 哎呦 我不喜欢 这个可能是过不过 可能我批评的不对啊 你们我们等一下可以交换这个意见了 他的这个对白 而且你一相信 一定这个对白 这样的爱情故事 只能发生在上海 或者换成在香港 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什么 宝记啊 合肥啊 不可能啊 什么 呃 真的 连南京都不大可能有的 一定是在上海 一定在 这种对话 因为这个对话需要一个城市氛围出来的嘛 对吧 你怎么会想象 内蒙古有一个女孩子说 我不假装你说 不 她们有她们的一个文化 对吧 我真的并没有贬低她们的意思 就是说 她这个对白你一听 就是现代的都会的男女 才会有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对白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场清晨之恋 如果没有香港这个18天的话 呃 就是呃 呃 可能 最后不是我们看到小说里 白流说 他动不过那个 呃 这个范柳人呢 对吧 最后也就能够微微绝绝的做他的一个外申 范柳人不是买那个床票 准备回英国去 就船还没开出来 陈月包 政治刚死机了 那本人开始对香港打了 皮疙瘩的打了18天 所以 一场这个犯阵呢 成全了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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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白流说和那个范柳人的 一场爱情 对吧 那么我们想按照我来写的话 这场爱情多难道 就好像那个体财女号一样的 这种 哎呀 你不太 把它写得我心有难 好像你遭到了这个体财了 我们看詹林是怎么写的 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詹林的这种冷啊 就是他的冷军的比方 他说他 他是指刘苏 反复做梦似的 在这个动堂的世界里 钱财 地产 天长 地久的一切 全部可靠了 靠得住的 只有他枪子里的那一股气 就是他还活着 瞎瞎的 罗嘲 看着你的吧 枪子里的一股气 还有睡在他身边的这么一个一个人 所以呢 白六叔就突然就爬到柳原身边 隔着他的棉被啊 拥抱着他 他也从被窝里呢 伸出手来 握着他的手 他们把北指看得透明 透亮 多感动啊 一场庆程之恋 惊天动静 他的尾巴 他就会到扎林 比风一转 仅仅是伊沙拉的 彻底的亮节 然后这伊沙拉 也够他们在一起 和谐的生活 十年八年的吧 哎呦 你想想看 这么一场的爱情 只够他们和谐的生活 十年八年 说明 好像 但是我上几次看到一篇报道 不知道你们看到 有这个西方一个调查 他说 真的爱情只够 只够一个女人 从怀孕到生孩子为止 你们看过这一段 然后很多的 就是要靠 不是爱情的 另外的一个元素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说明张爱玲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对爱情 那么冷静的 一种 看得那么透啊 然后啊 最后他就说 他说 他的结尾 他就说 到处都是长期 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藏 无情依压的拉着 再观察灯火的夜晚 拉过来拉过去 说不尽的 唱两故事 呃 不问你吧 清晨之年 到后来还是一个唱两 都不是 后来不是说 范琉莲结婚了 范琉莲带着 白牛顺呢 回到 上海来 白牛顺呢 总上是嫁出去了 他有了一个吃饭的 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然后他就说 呃 他说那个谁啊 他就说 那个范琉莲呢 还是俱使他 跟女人说俏皮话 不过这个俏皮话 他不跟他说了 因为他已经从他的老婆了 对吧 他跟老婆以外的女人说了 这个你看范琉莲 他这个真的是 呃 这个 对吧 说明他对于 天荒地老的爱情 他一早就很真理 但是有一点 我也 我也我也很感动 就是范琉莲 这个可能 我们都说 很多事放到自己身上就不行 你看范琉莲对爱情 写得那么冷静 对爱情看得那么透 但他自己对吴兰城的这套爱情 我觉得范琉莲是全身的透露的 呃 我看看吴兰城的一本 今生今世 我说你们看过吧 呃 其中原本叫民国女子 呃 民国女子 范琉莲 就吴兰城写范琉莲的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在 但是我 我很不同意 很多的 呃 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很多的呃 有些书把吴兰城写得非常的 当然吴兰城是汉奸 这个是 这个是 呃 无可否论的 对吧 但是这是他的一种政治态度 但是 我想吴兰城一定是非常出色的 否则下赛云林又不是港东了 对吧 赛云林能看中的男的 他会看中的阿根阿玛把发威了 对吧 他能够 这个 他能够看上的男的 一定是非常出色的 这个政治态度我们今天不讲 他那个汉奸 这个 我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对吧 我看看吴兰城的金生金士 还有 呃呃呃 三合什么 三合岁 哎呀 我不记得了 对吧 哎呦 他的文毕之豪 他的哎呦 他的才华 无可否论的 我还见过吴兰城的照片的 很帅气的 所以说 有些把吴兰城写得很不堪 我觉得也是对赛云林的不公啊 那么那么不好的一个男的 赛云林怎么会喜欢他 他是个才女啊 赛云林对吧 但是 这个也说明了赛云林一种现代感 他爱上一个呢 他不看他的政治表现 啊 不看他是不是党 不是党员了 看他的 那 现在很多女孩子 对吧 很长时间以来 伤害女孩子 看 找对象 很理智的 看他的政治表现 看家庭出身啊 现在也看了 也看家庭出身 不过掉过来了 对吧 也看家庭出身啊 也要看到位置啊 是初级干部 还是绝级干部 什么什么干部 对吧 但是你看赛云林 但是他跟吴兰城认识了 吴兰城已经是一个 汪魏仪的宣传部的一个 出张 出张罗索 对吧 吴兰城不过是个 出张而已 对吧 但是 赛云林这个人 我想他一定是爱上 吴兰城的这个人 他不是送给吴兰城 一张照片 那里面写的字 你们记得吧 就是说他本来是很高很高的 自从看到他之后 他就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在尘土里 开出信息的花朵 这是赛云林自己写 我为什么喜欢赛云林 我觉得赛云林给那个感觉 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教训你们 你们应该怎么样 比较什么的一个作家 而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对吧 他也会犯错误 我也不能说犯错误 他跟吴兰城也不能说犯错误 这是他的选择 对吧 虽然后来离婚了 但是我想他当初对他的 他有他的选择 而且赛云林对吴兰城的这种 哎呀我真的 哎呀我真的 我觉得一个 我还是说一个赛云林的医生 好像真的很不幸的 我觉得 你看胡兰城的吧 胡兰城确实是 我相信他都很优秀 反正不可能那么多女人的吧 那么心甘全能的 为他服务的 对吧 你看到吗 后来就知道 吴兰城他 在汉口的吧 不是有个富士小州 对吧 然后到了乡下 还有一个私家的 一个养传的一个农夫 死刑他的工作 我后来想 这两个女的都倒霉了 后来那个小州 我看了 据说后来 解放的时候 参加资源军还去朝鲜了 我不知道 后来人家会审查他 你那是有一个汉奸的男朋友 对吧 那么还有那个就是 但是詹林在这个时候 还要贴钱呢 还要钱寄给吴兰城呢 那么按理说 詹林这么一个聪明的 一个才女 她怎么会在这件事上 我们可以说那么糊涂呢 恰巧这是詹林的可爱 我觉得如果詹林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那么喜欢詹林 她就是一个女人 女人有时候很女成的 对吧 特别是 The woman in love The woman in love is blind 是忙的 对吧 所以我这样一来 詹林才是个有血有落的人 对吧 我喜欢詹林就是这些 对吧 然后后来 詹林不是还到乡下去看吴兰城 当时吴兰城是不要他去的 对吧 因为那时候吴兰城已经跟一个乡下的叫 斯加的斯大林的死 她的名字叫什么 我也来不及去查了 已经同居在一起的 那么詹林这样一来 她不是很难做人了吗 结果当时那个斯加的 就吴兰城这个人呢 也是有女人的女人了 对吧 然后当时斯加的就跟詹林说 就跟吴兰城说 都要跟我们的女子 所以吴兰城对外 就说詹艾琳是她的一个秘密 然后她把詹艾琳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然后她白天呢 这个本事也挺大 白天去那边陪詹艾琳去 对吧 然后 结果詹艾琳 对吧 哎呦 我觉得詹艾琳这个人真的是一个 她一定是一个 不是那种 有些女人小心眼的 对吧 你大家给日了女人了 男了男了 她不是 她是很坦荡的 所以她第一次都不知道 胡兰城跟那个农妇的关系 我想可能詹艾琳当时都想 胡兰城怎么会可能跟一个乡下女人在一起 对吧 所以她没往这方面想 她当时当心的是那个小舟 就是在汉口的时候 胡兰城认识了一个父子 对吧 所以到领主的时候 胡兰城把詹艾琳送到船上 那天才下雨 我看那边我真的很难过 就是詹艾琳就跟胡兰城提出来 她说我和小舟之间 两个人里面 你必须只能够选择一个 但胡兰城呢 就是不肯生 她就不肯吭生 对吧 后来詹艾琳就走了 后来她给胡兰城写了奉献 她说我在船上 你离开我 我一个人哭了很久 她说 最后詹艾琳这封信就跟胡兰城就说 两个人用现在的话 两个人就broken 对吧 但是 后来詹艾琳 怎么会理性到胡兰城跟那个农夫也有关系呢 就是她以前她根本就不 就是胡兰城一定跟她说 我就住在她家里的 但是詹艾琳都没有 没有联想到他们有这个关系 一直到 有一次詹艾琳不是会画画的吗 对吧 她对着 她就说 她也很参赞那个农夫 我想那个农夫大概 大概很漂亮的 这胡兰城怎么会 对吧 肯定也是不难看的 对吧 所以詹艾琳给那个农夫画画 画到后来 她突然一个很震惊的 一个surprise 她就说 我越画就觉得 她你们两个人很像 就是刚这个农夫跟胡兰城呢 很像 就是说明詹艾琳有一种敏感 她忽然已经 她以前她没有这种小心眼了 没有这种小心小心 所以这两个打击 我想对詹艾琳是很深很深的 对吧 然后后来就是 我看那个胡兰城的那个 胡兰城的那个 这个 精神精神里面写到 一直到 大概是到60年的吧 就詹艾琳跟胡兰城写过一封信 就问她要 一本什么书 好像詹艾琳说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个底子 她跟胡兰城去过一封信 那五年都能够起庆设的 她已经去热本了 马上给她回了一封信 希望跟她恢复这个关系 但是詹艾琳就再也没有理她 但是我一种感觉 我觉得詹艾琳大概 大概还是很爱胡兰城 这是我的感觉 因为你 只有你还爱一个人 你才会很在乎 跟这个人来往 如果我根本就已经不爱她了 打那就打那 今天就去伊萨加布陆 这因为可能她还是爱她 所以她不想跟她见面 然后我一直 这个是完全是我自己的联想 我看到这里面有一篇叫《世界》 你们看了吧 《世界》 就是写一个汉奸 跟一个重庆的一个女学生的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老觉得这里面 有詹艾琳跟胡兰城的影子在里面 因为《世界》里面的一个 也喜上 也容易容易地 在信里面 这一些是个子矮矮的 然后詹艾琳在小说里说 说那个就是 那个书里面的女主角 跟她一回走 从来不穿高跟鞋 如果穿高跟鞋的话 要高她一个头 那么事实上的吧 胡兰城是很矮的 张艾琳是很高的 因为胡兰城第一天见到张艾琳 张艾琳就住在那个长得公寓 把她送出来 就是胡兰城还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高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高啊 说明 反正五年 这个阿学的张艾琳赏 对吧 张艾琳肯定比较赏了 那么在《世界》里面呢 这个男主角啊 本身就是很矮的 对吧 然后呢 他里面的 《世界》里面的 写得正好 他写那个汉奸啊 张艾琳不是用这漫画的手法去写他 写出来那个汉奸也很诗文的 对吧 但是到最后就是 他的越来越的心狠度了 虽然这个女人很爱他 他是受那个地下组织的命令 要去暗杀他的 对吧 这样子后来他觉得 他是正正的爱他 他就把他 女人就把他放了 放了以后 那个汉奸 最后还是把他给杀了 然后他最后他就说 呃 虽然这是他重点 也可能是他 这个世上唯一的一个红颜知己 但是他相信他也 他也知道他爱他 但是他说 他这情况我忘了 他反正好像说 我我只有这样做 才显得出我是个男人 他爱我也是爱我这一点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 让我想起有一个苏联的电影 叫第41个 就是在一个荒岛上 一个白军的 白军的军官和一个红军的 一个女军官两个人 留在荒岛上 后来两个人相爱了 对吧 那么 只有在世界里面 我觉得有点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我下面也会讲到的 我怕讲到太多时间来不及了 虽然我我我喜欢张爱玲 我就喜欢他这种地方 他是一个现实的人 跟你我他一样 他也吃饭 不是不吃人间烟火似的 我很不喜欢有些人 写出来的文章 好像这个人收下来 就是限制限制不吃饭的 对吧 然后就是什么 什么都是正确的 这样的人 反而我觉得 我跟他就亲近不起来 张爱玲呢 我就为什么我们觉得 他亲近起来 我就可能他也会 他也会失恋 也会吃醋 对吧 这样的一个女作家 我觉得 他首先是个女人 然后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最后我们把他叫做作家 我是这样来看张爱玲的 那这里面我 我也来比较 比如有一对话很意思 就那个白流说 就是白流说问那个 范柳连 他们两个 他说怎么不说话 那个范柳连说 我可以当着人说的话 我已经全部讲完了 然后那刘叔说 鬼鬼叙事的 有什么要背人说的话呢 结果那个范柳连说 他说有些傻话 不当是要背着人说 还要背着自己说 比如说 你要是 比如说 我爱你啊 我一辈子都爱你啊 这范柳连说 这种话我自己听了 都溜麻 他说 就是那种都死庆 哎呦 这个很好的 还有他说 白流说说 你要我在别人的面前呢 做一个好女人 在你的面前呢 做一个坏女人 他说 哎呦 这是什么 我来比较的不说了 所以 我都把 因为讲了 也没有按照 那个稿子讲 我也不知道 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讲得比较烂 然后呢 就是 我还要回答来说 那个清晨之言 我觉得 也可能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感性重的人 但他硬要要做自己的感情 所以一旦写的时候呢 可以爆发的话 他这个 比方说 呃 清晨之恋里面有一个 有一堵墙 你们注意到吧 前四万大酒店 在里写出一堵墙 哎 当时呢 就是 他们就是 清晨之恋里面呢 男女走去散步啊 上的 但是我看这个文章 我倒下来没看懂这个墙的位置啊 他说 前四万大酒店呢 他说 呃 海边有一堵墙 飞到那边 他说 山的那边嘛 他说 呃 桥的那边呢 是 是 是山 桥的这边嘛 是一堵墙 这个墙把这个山绑住了 我就看不懂了 不知道是我没看到 还是再来有别物 因为照这样的话 变成 那我就猜想呢 会不会会是 香港呢 因为香港是很多山的 一下雨以后呢 香港有个 烧浪的那种泥了 把那巴巴巴水 都冲过来了 那么因此呢 香港就会 烧浪的那些 少了吃了一堵墙 那个墙子 就归了 吃了以后呢 绑子的 保余的光呢 你这个烧浪的泥 冲它下来 大概是这么一堵墙 所以呢 在这个清晨之内里面呢 他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次 戴林跟那个 范柳连 他们两个散步啊 散步都散到 散到这堵墙前面去 他的原话怎么样 我忘记 反正 他就说 范柳连就说 就到这堵墙前 范柳连就说 有一天 我们的文明 整个的都会毁掉 什么都会玩的 烧完了 炸完了 趴完了 他说 也许还剩下这一堵墙 他说 刘叔 如果我们那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们再到这个墙底下来 相逢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 哎呦 这段文字我一直记住 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马上到泉水外大检去 找这堵墙 找不到 也不是找不到 这个墙到处都是 我也不知道哪一堵是 对吧 但是呢 哎呦 我就 我有时就会想了 哎呀 我就会想 如果 我就说张爱玲的故事 为什么张爱玲的故事 非常的现代 他故事里面的人物呢 可以 遇时俱进 跟我们一起成长的 哎呀 这个 我应该不骗你们的 哎 遇时俱进的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 我常常会想 比方说那个 白刘树和张爱玲 哎呦 他们回到上海来结婚了 对吧 从上结婚了 然后 49年解放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啊 他们有几个可能 一个可能 就是他们俩人在回到香港 还有一个可能 这个范刘连会跟白刘树 按照他的脾气 你给他脾气就给了他吧 我们去到香港 对吧 很可能他又不去去了 那么白刘树一个人 带着孩子 带在上海 对吧 然后会不会有一天 这个范刘连呢 改革开放了 对吧 这个很有可能的 范刘连 突然想到 我在上海还有一个 好像是太太吧 对吧 哎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然后他给刘树写了封信 啊 然后呢 两个人相约 香港少年有个人 那白刘树 介绍潜水完酒店 在这个墙上相会 完全有可能的 他 我们有很多小说里的能物 你的故事写不下去的 我 我也举不 但是有很多这样的 我也不想举例子 他里面的能物啦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脱离的 张爱玲的小说里 偏偏能物 你可以介绍他写下去 举个例子 我就把这都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白刘树回上海 白刘树跟范柳林结婚了 他们回到上海来了 对吧 然后呢 他们又 对吧 或者 他们又分开了 然后呢 如果 如果他们不离开上海的话 他们两个人都在上海的话 我上下来 那个范柳林现在 八十年代的时候 应该是七十几岁 现在的话也要快不到 要九十岁了 他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 已经好像要三十岁了 对吧 如果他不死的话 这个范柳林 有位 他有位 把箱子 我都看 俏皮换 就我们现在上海 最时髦的一个老客 对吧 对吧 什么叫老客 老客 张爱人 笔下的这些白领老了 就是老客 红玫瑰 也白玫瑰里面的 那个 郑宝 对吧 他多行啊 上司的时候 上司的 马上的 没得打 换 老几个做工作 这种人不会离婚的 他绝对不会离婚的 他也不会打老婆的 对吧 所谓的大老婆 你看他撒黑戏上好 笔记好 他当老婆 也可以用一种冷战 来折磨他们 对吧 对 你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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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郑宝就是这样的 对吧 他跟那个烟棚 简直是冷战来折磨他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他绝对是一个 如果 那个 他活到现在 也是一个老客 对吧 但是 盛世军不是的 18寸里面的一个盛世军 他老了 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 他这个很安分手 规规矩矩的 盛世军啊 对吧 对吧 他是一个新上海人 为什么呢 所以 障碍人的小说 为什么现代 你完全可以用现代的字眼 来解释他 盛世军是个南京人 你们记得吧 18寸里面 他在家里 在南京可以比赋地 对吧 他跟我们现在 上海大学历的 很多同学一样 他是从南京 到上海来念大学 然后在上海的 一个洋行 找了个工作 所以盛世军 就在那里经营了 对 他在这就一场 黑人一场 他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新上海人 对吧 最后他娶了一个太太 他娶了一个翠姿 对吧 翠姿也是个南京人啊 对吧 所以你看 他的这个人物 永远可以跟那个 跟我们 欲时俱进了 真的欲时俱进的 他可以 他的人物呢 我们可以跟他 跟一须名了 须多小艺人 那样子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这样的 我来不及 我不说了 所以呢 哎呀 那个 哎呦 我觉得 简直不是好看 不好看的问题 就是 比方 他的 他的预言 也是很鲜 他说 个人 其实等得起 时代是创促的 已经在破坏当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对吧 后来文化革命 对吧 反护打革命 对吧 我想 张爱玲可能 我把周围 反护革命 肯定要托他 对吧 只是可惜 张爱玲没有 他没有预言到 我们上海的今天 可是我最遗憾的地方 如果张爱玲 现在回到上海来 他一定会非常非常地 喜欢今天的这个 这个上海 这是那个 另外的 我我我我 张爱玲还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 我就说 如果我们要用歌来比 用那个唱歌来 比喻张爱玲 的话 张爱玲的歌 他绝对不是那个 他不会是今晚无论落水 因为他不属于 做出opera的 张爱玲还是 我认为他还是 属于通俗小说的 对吧 但是他的通俗小说 他他就是说 他不同一般的通俗流行情 如果用流行情来比较 张爱玲的小说是 上的路级啊 是下来的最后一朵玫瑰 绝不是什么小妹妹 拉琴我唱歌啊 这种不是的 他的一样是流行情 我说的 Las Rose in Summer 是一个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名歌嘛 但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成为一个经典 成为现在很多的 大家的歌场下表演的保留节目 对吧 但在林 他不是大部组的作品 他不是无敌富人 不是什么普希尼的什么 那个那个 图兰托 对吧 他就是一个 一个小品 但是他的小品是 上的路级啊 是那个下来的最后一朵玫瑰 是从归说诺都舍的 是这样的一种 绝对不是什么和乐军再来啊 这种小力小气的不是的 如果我们要用歌手 张爱玲他不是唱奥布兰的 他不是唱那种 这种花香女高音的 对吧 他是歌手的话 张爱玲绝对不是邓丽军 他绝对是 至少他是西林迪奥 西林迪奥都中期很做的 他那个往新有栏 中期很做 这为什么呢 西林迪奥本身有很坚实的 声乐训练的基础 所以张爱玲虽然是写小品 但是他的中西文化的 这个这种基础 绝对是非常 所以他的能够这样 张爱玲还要两个特点 我来不去 其实我最要讲的两个 一个 他笔下的那个商城故事 再就是一个是 哦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 我先把这个讲到 我这把准备了一大队 到讲的时候也来不去看了 我也不知道讲到好不好 那么 谁外个人 对吧 我们说上海 因为是一个实力洋长嘛 其实外国人自古 不是自古以来 近一百年来 是上海一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 而且也是上海一个很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群 但是我们写外国人的 我可以说没有 写的好 我只见过一个写白成大夫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写外国人 中国这家写外国人 写的像战爱人这么好的 真的是没有 我们说外国人在上海经历了多久啊 是我们把它叫洋人 对吧 所以叫洋人啊 外国人在上海一度也是一个形容词啊 哎呦 我给你个美帝罗过去的 吃个谁的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就别过去了 撒黑你去过去了 对吧 好像 哎呦 应该我给你了 谁是哪能哪能的 哎呦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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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外国人在上海变成一个形容词 对吧 然后呢 解放的时候外国人变成鬼子了 对吧 美帝国主义什么 这个乐奔鬼子 对吧 变成鬼子了 再后来呢 外国人在上海变成国际友人了 对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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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回关啊 对国际友人们要有礼貌啊 什么什么 他们不是能的 这外国人这个概念 从来没有是能的概念 没有的 那么后来呢 变成老外了 对吧 现在叫养打工的了 对吧 就是 你看外国人在上海这个变迁 其实本身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故事 没有 我想试试看 到时候你们看我写 他像不像 对吧 但是 到现在你们看到过了 哪一本写上海的书 把外国人写到回轮回车 只有障碍 他写了一个年轻的故事 年轻的故事 里面有个星系啊 对吧 星系啊 是个白额 白额是上海的外国人里面 一个非常有悲剧性的 很有典型性的一个人种 白额 英文不叫白额 White Russian是白额是另外一个码 是对吧 白额的英文叫 Stateless Stateless Russian Stateless Russian 无国籍的俄国人 哎呀 一个人连古学都没有 这个人多悲哀啊 对吧 撒黑人 撒黑人 我学之后 只有白额这个是上海翻出来的 对吧 你这个人是五个人五个人 对吧 对吧 根本哪能去的书里 谁也跟你有五个人呢 一个人叫一乘额 对吧 什么红额是 红色苏维埃 对吧 然后呢 他呢 这些流落到中国来呢 就叫白额 对吧 那么 星系啊 是个一个白额 所以 星系啊的故事 哎呀 你们自己发问 我也不讲了 充满了这种 在上海的白额的悲惨 他选择 他要嫁人很难嫁 撒黑人 像这个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预备做医生呢 这个小小大学生 他都不要去一个白额的了 那么 他要嫁英国的美国人 更加 英国的美国人都高层了 能要更加不要他了 对吧 他唯一的处置 只好在一个 把一个同样的榜屋 他们同样的白额呢 从一个榜屋对吧 我们老男孩 哎呀 这老书人呀 一讲 老书人 做啥呢 做薄油 你得做薄油 对吧 你让你三个母都内不唱 对吧 对吧 我现在有东西 你做薄薄 对吧 我现在呢 发出一个幸福啊 你做个第一次幸福 所以心想那么漂亮 一个女孩子 最后他 然后到结婚的时候 连那个新郎的一套白衣帽 也是这个 可见这个新郎 对这场婚礼 根本就不重视 这个心思呀 写得真好 然后张亚林还写了一个 外国人 虽然是淡淡的级别 写得非常的传承 这是红玫瑰 白玫瑰里面 有一个英国老太太 叫Ash太太 我不晓得你们有最大 他说 那么Ash太太 他张亚林的笔发 是非常的辛辣的 完全写出了 这个外国人 其实这个 我后来看了一些书 凡是到上海来的外国人 以前的外国人 他都是在奔奔过 远远环库思 这位都说 很坏的 因为奔过远远环库思 一发坑的 对吧 老乡可从 俏俏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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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equ乼书 都是人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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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丽就老老的 扎着这一点 他那个安徐太太 他说其实他在英国 已经根本 他已经是在上海的第三代外国人了 他在英国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亲人了 但是他要办出非常 越是这样的英国人 他要做出越是很英国的样子 对吧 你们看有一段档子 是非常的精彩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写一个保姆的叫 桂花 桂花针阿小兵哥 写了这个保姆 一个上海的保姆 在外国人家里住佣人 记得哪个人 谁说起这类优名 咱俩就老老的扎着 这个外国人 想去到什么地图 他常常要站进来看 看这个佣人 是不是偷他的面包吃 是不是偷他的糖吃 对吧 然后呢 他要有客人来 他跟那个佣人说 他说 你准备一袋点信 那这个佣人 跟这个外国人说 没有点心啊 没有点心 你就做蛋饼好了 啥就打饼了 啥人家最比较吗 所以 记得当那个 这个 记得当的米粉 你推个饼了 结果这个佣人 等个阿国人 看 外国人家里面粉 也没有了 结果这个外国人说 那你就不要放面粉好了 跟佣人来上来 你都爱上个打饼 放米粉 就打饼 结果 所以这个阿国人 从小时 结果弄到 那个佣人 是个天米粉 这个阿国人 做打饼 对吧 这个 桂花针 阿小碑跟 你们去看 然后呢 这个外国人呢 利用他自己 在中国呢 这个黄头发 拿眼睛这个佣事 把那时候的 上海宝贝 完转过来 那么这个佣人 在当地乌 这个佣人 就这个佣人 这个外国人 在赞人的笔下 哎呦 我没有看过一遍 写上海的外国人 写得像赞人的 这么精彩 而且世人 不是一个符号 以前我们的外国人 是有符号的 对吧 外宾 美帝国主义 对吧 老是有符号的 赞人笔下的外国人 是真正的 写得正好 对吧 真的是 我没有见过 就是因为 很多外国人 在上海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道风景 但是呢 很多就给他 忽略了 对不起 我看你们坐在地上 那很累 我马上就讲完了 这个对不起 要看你们坐在地上 我真的 我坐在这里 我也很 不好意思 那么 还有我最后 要讲一讲的 就是那个 其实我今天是 讲的 讲的比较详细的 写商城故事 在里面 也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你们可以介绍给我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过一个作家 写商城的故事 写的像张爱玲 这么的感动 也没有看到一个作家 写过 就是商城 以香港跟上海 未必已经写的这个故事 如果你们有 你们知道 你们介绍给我 我倒很想看看 对吧 但是我看到了 这个张爱玲 这个唯一的 这个张爱玲 她很敏锐的 我们要说她现代 她早在 四十年代的时候 她已经扎住 我们现在 双城双城不稀奇 对吧 香港跟上海 这个twin cities 不稀奇 现在大家都在讲 但是张爱玲 在四十年代 一九四一年的时候 她已经扎住了 她已经看到了 这个商城的 这个一个背景了 她写的 《青城之内》 最典型的 富港 两地的一个爱情故事 对吧 女主角白柳树 她的家 是一个家里的中野 比人家半一个小时的 里里嘎嘎 辣无尽了 来自这么样 一个家庭的 白柳树 然后男主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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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范柳树 她是一个英国的华侨 是个广东人 是个英国的华侨 但是这么样一个 广东人一个的华侨 她就愿意在香港 苏联面说 她从来不去广州的 哎 你这个广东人嘛 广东人跟你 广东人干 我罗翔了嘛 那不是罗翔 跟不得一中美欧嘛 她从来不去的 而且她结婚了以后 她也不会往广州 她要跟张爱玲 一块到上海了 所以我刚刚 跟东方网的一个记者 就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可能要下一个 河港之间是一个 很微妙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就是 上海跟长江 撒黑的 撒黑你香港 你撒黑你 对吧 这里的故事啊 永远 可以写一个 长篇的电视连续 这个故事 永远不会落幕的 永远不会回来 对吧 因为这两个城市 很有特点 你们说 我就说了 香港人跟广东人 按理来说 文化也比较接近 语言 大家也跟广东人 应该是很接近 所以以前我们一直说 沈港 对吧 广东人 沈港 对吧 可能 那么 但是你会看到 上海跟香港啊 在很多的大问题上 上海的上层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有文化 比较上层的人 跟香港的上层的人 很容易信心相信 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好过上海人 跟无限人 跟香港人 跟广东人 诶 你会发现 这怎么是呢 其实很简单 上海人 跟三些 我们是 雪 牛 以水 撒黑人 跟无限 人 收拾人 我们那种关系 是有一种 轻如手作的关系 对吧 香港人 跟光 收拾人 跟 这个 生 人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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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是广东 三个年 也是的 对吧 他们 他们有共同的生活习惯 共同的生活文化 共同的语言 他们 香港人 跟广东省的 跟 资冈 资冈 这一大年 也是那种 轻如手作的关系 但是 我们说 手作关系 是雪 浓于水 但是 手作关系 不可能 拥有着新的生命 出来的 对吧 但是 香港人 跟上海人 的关系 就像一对 就像 像一对 他那样的男女朋友 对吧 虽然两个人相差很远 但是两个人心心相性 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人 我是 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 在全国内地 上海之外 选择一个城市 大部分 我这个是比较上层的 上海人 他肯定是选香港 香港的上层呢 你让他选择一个 他要求发展的城市 他想这边 开阔发展的城 很少会选深圳 尽管深圳很多 很近 深圳的老百 香港老百 一种小老百 真正香港 都老百 跟我女老百 他就选上海 对吧 这个不是我 我一个人瞎讲 我也是 找过很多资料 你想抗战的时候 抗战的时候 当时 那一地抗战 8月1日 抗战的案件 但是因为 当时 台北 在英国 那么 所以上海 看上一开始 很多上海的大老板 包括美牙筹团的老板 辛伊亚 唱个老百 都把他们的资金 撕背 就带到香港 这是第一次 上海对香港的移民 对吧 然后呢 到49年的时候 因为种种的变化 对吧 上海当时那些 上层的人 他如果要移民的话 他又不想离开中国 他一般不去台湾了 上海呢 就是喜欢香港 对吧 一直在香港的 不过来 有一个叫 小兰威了 香港 一人已经 一人比 小福吉了 结果当时的时候 在50年代 整个一套 我想说 在香港 整个这条马路 上海的铁路地 上海的水风地 连去 都是上海过去的 所以你看 我们的那个 就是 澳洲华侨 包括马家的 这两个 就是我们中国 百货业的先驱 对吧 他现在香港 开了我们中国的 第一个百货公司 就是 永远公司 西斯公司 对吧 然后 他们要到中国 内地去发展 他也不找南京 南京嘛 说起来是 中国的首都 对吧 他也不去广州 广州离香港 那么近 他就是找中上海 他要在内地发展 他的 可以的 第一个 把户业的 branch 他首先就在 上海南京路 就说明 上海跟香港 这个关系 哎呀 这种完全是 他们有共同的 文化背景 我们说 门道户队 对吧 门道户队 这句话 一点不错 我说 门道户队 我们不是说 金钱上的门道户队 你两个人 谈恋爱了 应该是有一定的 文化背景 一定相同的 一个背景的 你说林戴也 不会爱上 甲父的交代 就是这个原因的 对吧 林戴也一定会爱上 宝月 他们会爱甲父 那个发疯的 那个交代 对吧 所以 上海跟香港 是一对脸人 他们有这样的 一个文化基础 当他们的 我觉得 上海跟香港 结合以后 他们会产生 一种 最优化 组合的文化 我们现在 很多的 中国的 东西文化 都是香港跟 上海的 结合的 一个爱情的 捷径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夜总会 对吧 夜总会 最初是在上海 才有 香港没有了 因为 哎呦 现在十一点 十分了 已经 我又不大会 上课了 所以我 我这个讲完了 用不久了 对吧 就是 其实 夜总会 文化是在 我马上就讲完了 对不起啊 你们做得很累了 这个 夜总会文化 其实本来是在上海 二十年代就开始的 街市 对吧 中国的街市 是从上海 踊跃的 从上海发芽的 我上次碰到陈刚嘛 他的父亲就是写那个 Lose Rose I love you 对吧 玫瑰玫瑰我爱你 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 美国的爵士 已经流行了 对吧 然后 大概因为49年以后 因为我们的 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 这是夜总会啊 什么什么都在上海 没有了 然后呢 有一部分上海人 就把这种夜总会文化呢 从上海带到香港 所以到时香港 最大的一个夜总会 就是叫 丽词业总会 美丽的丽 十十三点水 一个池塘的池 丽词业总会 在香港的 对吧 就是上海人的 上海的李猪犯 带去的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哎呀 我来不及讲了 就是上海跟香港 以前上海煮的比香港快 所以上海有一个 上海很早很早 就有一个非常坚实的 一个白领的阶层了 香港没有的 香港只有两级风派 要么就是外国人 高高在上 我哪过你 对吧 要么呢 就是那些 在香港帮外国人 办事的 这是大家族 大部分的 这香港的贫富差距 以前好 我是说 跟上海同年代 就是说 就上海呢 在有钱的和穷人之间 直到二十年代开始 我们有一个中间的一个 白领 就是知识分子 一个白领阶层的 对吧 有超两年 到九年当时 上海有一个 这个有很大一个数量的 上海的白领 是全中国人数最多的 我看除了上海以外 外地啊 我又想像这种西安啊 很少有白领的 对吧 现在可能多了 我是指那个时候 对吧 那么香港呢 也是没有白领的 他的白领 大部分要么就是英国人 要么呢 就是香港的 一直到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香港到底呢 就是广东人 就是一上不土别的吧 人家养生都自责 就是广东人 他就像 放柳年这样的一种 白领 现在在香港是说 很少 很少的 一直到后来 四十四九年 上海人把这些 白领文化带下去 香港人唱西藏啊 他们香港人叫 楼塞啊 唱西藏 是上海人带去的 因为一个香港的天气热 一个一身西藏 也是很贵的 对吧 一般香港人 没有这个唱西藏 这几个 除非是外国人 也是五十年代 要上海带去 连到上海的财富 这个讲下去 又是一个话题了 对吧 所以 我刚刚讲到什么地方 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后来的香港的一个时尚文化 它的城市文化 都是在上海这个基础上呢 发挥出来的 对吧 然后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 两地的交流多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都会文化 现在越来越繁华 是因为两地的这个 优化的 进行的一个 优化的一个组合了 所以会让这个文化呢 会发展得更加很 所以你看到 那香港人跟上海人 这几个关系 特别毁妙 我们说上海人跟南京 好像没什么特别毁妙的关系 上海人跟杭真人 什么啥的 香港人到深圳去 都把他贵金 一定要把他贵罢了 对吧 所以你拿上海人呢 我香港来了 哪能做深圳 但是香港人 谁能把他贵金拿去贵 他从来不敢跟上海人 贵金了 你去看好了 对吧 这两个城市的人的心态 互相之间又是爱慕 就真的像一队 在谈那样的男女一样 又有点的发达马扎 打哈那别别秒 对吧 又有一点呢 就是心心相惜 对吧 香港人可以 哦 上海人啊 哦 上海人啊 好像有 哦 对不起 我这里有没有一个大伤 还杀本主义啊 如果有的话 但是我是讲一个现象 对吧 所以 张爱玲 他就及时抓住了 这个 他的两个商城故事 比较典型的 一个是商城之恋 一个呢 就是 第二楼下 就是葛威龙的 叫 第二楼下 就是他也是讲的 一个上海女孩子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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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高人死机 一个上海家庭 就搬到香港去了 后来 打仗停掉了 这个家庭就回来了 然后 这个家庭 这个女主角 个威龙啊 她就想在香港大学 她念书念下去 然后就投靠 她的姑妈 她的姑妈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上海人 对吧 选择 上海年 一个书相 目录的 一个书相 门地的上海小姐 嫁给了一个富裕的 华强 这种姨太太 住在香港的半山 成为一个香港 高级社会的交际花 就是一个 一个上海人 经过 英国包装 所以她的三层故事 有一个特点 就是 中国人跟中国人讲话 需要讲英语的 唯有在香港这个地方 中国人 中国人敢偶尔 一定要讲英语 才讲得通 这个地方 全中国都应该在香港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葛威龙 葛威龙因为 他是上海来的 他不会讲广东话 对吧 然后那个 George呢 是一个 混血 他只会讲广东话 只会讲英文 那么两个人 只要用第三种语言 这就是 三层文化的特点 全世界恐怕也没有的 就是 同一个国际的人 在一个 自己的国家 那个城市 要用 第二个国家的语言 来叫他 这个大概 全世界也少 在爱人呢 全部呢 就都把这个 都给 都给 扎住了 所以他那个 双层故事 非常的精彩 我要么就 还要来不及了 要么暂时 我也不知道 十九点半 讲到十一点钟 不不不 这样我留点时间 我们大家交流一下 好吗 好吧 我因为近视眼啊 你们不要举手 举手我看不见了 你们就 暂时来讲好了 好吧 谢谢陈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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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